推友日前晒出的一张影印件显示 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大四学生月新 25日就已回到学校 网友推测月新被禁止使用手机 而同时 有消息致 北大内部将月新事件定位为学潮性质的政治运动 校方还安装了新的监控摄像头 以防大家贴大字报 迹象表明 事件还将发酵 而将到来的五一注定不平静 月新发出的便条仅有32个字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 向大家质疑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便条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网友质疑月新向公众报平安 居然要托人在网上传纸条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推特上说 月新的手机被现用 微信公众号都不能上 月新中二用区块链在网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他在文中叙述了因为参与了要求校方公开 关于1998年北大副教授沈阳性侵北大女生高研的调查资料 而被学院多次约谈 月新的声明是使用了区块链技术在网上发布 并永存于区块链上 也得以快速传播 以至于23日晚间 北大三角地附近的红集团委宣传栏贴出声援 勇者月新的大字报 质问你们究竟在怕什么 耿之言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 有港媒认为 一件尚未确认的性侵悬案 彻底成为北大前置舆论 胁迫学生的丑闻 也成为近期人大 武汉理工乃至整个社会前置舆论 限制公民权利的缩影 不过 在此起比伏声援月新的过程中 校方希望西市宁人 在120周年校庆前夕不要出乱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 学生要求真相 证明了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学校不仅该为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道歉 也该为现在发生的事情道歉 但时至今日 北大三间其口 一直没有公开表态 在月新 北大等成为搜索禁词的同时 中共党媒也刊发评论 指导校方工作 安抚躁动 意图平息事件 自由亚洲报道还说 北大已经有警车在西门和南门外路边待命 而北大校园内 与张贴大字报有关的区域 新进安装了摄像头 校方加紧了对学生的监控 高瑜在社交媒体上披露 就在全网封锁月新4月23日至全校失声的公开进的当日下午3点 北大党委判断是具有学潮性质 是一场政治运动 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 对此 政论家胡平向大纪元表示 北大党委内定这次事件 是学潮性质的政治运动等 是校方掩盖所谓北大教授性侵女生的问题 但又找不到正当理由而栽赃陷害 用政治帽子来压住这件事情 不过 月新事件引发的声援大字报 以及该事件中月新 对北大精神的复活 校方已经感到恐惧 香港端传媒的报道中就提到 月新两年前 发布在个人微信公号的 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字数 北大校友表示愿做月新后盾的志 便达外院学妹的一封信 北大学生关于申请合约 谈详细过程的采访信息公开制度 和被约谈的同学等多篇文章 都在迅速传播开后被删贴 月新个人公众号墨田无花的全部文章 也均被删除 这些文字继而言倒转 乃至扭曲的长图片形式规避审查 在社交媒体接力传播 并由热新网友转贴到开源平台 JetHub和区块链平台以开访 事实上 月新本来是以很强的社会责任心 向校方表达最和平的诉求 要求获最低的知情权 但在遭到校方的强硬担压之后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沈阳性侵暗 转移到了中共体制之下的言论自由 和强权暴政之上了 也因此 校方可能会事般石头砸脚 推友 7%人口 1亿人同一天匿名散步 在推文中说 月新就算是回到校园 也只会是被监视居住 推文还呼吁挺月新的人 武艺上街吧 距离武艺还有三天 除了学潮暗勇 其他行业也有所动向 在进长沙 海南的塔雕司机宣布 武艺罢工要求掌兴之后 南昌塔雕司机也打出横幅了 而有关武艺全民共振 目前还不知会有多少人响应 归结起来 似乎都预示着这个武艺不平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